那個大陸配偶來台的就是取得身分證的年限 那你原本是八年嘛 那你現在縮短了六年 那你說短這個時間不是就是降低了大陸配偶來台 他們對我們台灣的認同感 如果你時間是久了 但你認同感已經生了 那孩子也生了 那他還會想再回去嗎 所以我覺得說呢 就像比如說 我一個朋友 就是老王 他去年取了一個上海的 前幾年取了一個上海的名字 可是呢 因為就是剛好介於政策就是縮短那個 取得身分證的那個年限的時間 就是因為縮短的時間 所以說 在配偶取得工作權 那他們也賺了錢 就快速的離開了台灣 也拋棄了他的丈夫 然後所以說 因為朋友切身之痛讓自己深感體路 所以我覺得 希望政府不要那麼快的縮短 來取得工作 工作權值身分證的那個年限 所以我支持政府 不要縮短 就是維持維持八年就好了 謝謝